Hello大家好,我是班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察的观察把虾哥的帮帮 祭司杂技入恋先知 这个阵容有一说一一,打帮帮有点难打的 怎么牵制怎么救人 入恋先知见了面就得倒 虾哥这边的话,因为可以抓的人很多 说实话这四个人都能抓 可能大船的祭司不太好抓,或者大船的穷者不太好抓 他只要点位合适了,所有人都能抓 然后虾哥这边带一个闪现,就打防守节奏了 这边的话第一个点是入恋师 入恋师灵救套自救的话,穷者其实蛮好保平的 我觉得这局要不就奔着保平去打吧 我去上来 再往回拉吗,再往回拉的话,这距离拉不开了呀 五秒炸弹封口,再接一颗两秒炸弹封住,人没了 这灵救,这灵救就在这边 入恋还是不入恋的,我觉得就不愿入恋了吧 这波就等一等 然后看队友救不救吧 其实队友不救也行 我觉得不救嘛,就卖了 然后尝试保平,这边祭司是被通缉到了 这边肯定追着祭司打 虾哥这边在看外面的密码街 飘一眼,你这边没有带位移能力的求生者的,对不对 我知道两台密码街的一个位置了 那你算一下你这边过来救人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这就应该虾哥赢了 这个闪现交的是真的很 虾哥有一说一看上去,对吧 慈眉善目的 打起来这么狠 真的打起来是真的很啊 那闪现交的贼狠 你看这个闪现交的狠不狠嘛 先知这边的话过半,捞一波 捞一波入灵师走不了呀 直接挂飞 呃,帮帮 看他抓谁了,抓谁了 这边通缉了一眼,先知还是抓祭司吧 要找先知吗 找先知也可以啊 切成一个传送了应该是 先知 走不了,走不了,走不了 这个位置先知很难走 验过拔毛,对吧 你往前面的一些点位走的话 他炸弹不断的去封口子 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近 呃,能够进到大船 有一颗 这边斜角 遥控雷,有没有 没有补遥控雷 刚刚那一会儿就补颗遥控雷感觉能中啊 大哥这边的话第二颗炸弹看他怎么补 还行 这里两颗炸弹都没能炸中的话 先知这边有一个楼梯 可以在这楼梯口玩一圈 吃一个实体刀 鸟直接顶嘛 鸟直接顶 感觉虾哥当时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 这一刀打在的是鸟上面 那证明刚刚那颗炸弹是没炸到的 兜了一圈 抓了一会儿没抓到东西 这边是虾哥来守机子了 祭司穿洞走 还行还行还行 这波先知顶住了 这波先知顶住了 比我想象中撑的时间要久 应该是刚才那颗炸弹它的一个高度比较高 所以说没有能炸到这个限制 要不然的话应该判定是先把那个炸弹把那个鸟给炸 然后这刀打中一个那个 切了一个放狗 虾哥是比较喜欢放狗的一个选手 他在比赛当中之前也经常见到 就是第一波打完以后 最后那波防守会切放狗的 但这里的话穷者有疑 所以牵制是真的顶起来了 但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局再顶也没有用 再顶也是一个偏多抓的 因为核心问题就是你后面那波救人救不了 直接放过来秒祭司 玩起来了 他优势够大 所以他玩起来了 求稳一点的话一定是切一个传送的 动线给你打了 然后等 这边的话看炸弹怎么扑 炸弹 两连炸弹一刀 漂亮 放狗 帮帮如何秒人 学会了没有 我眼睛都没看会 你还问我学会了没有 说实话我眼睛都没看会 到底是怎么打的 我们这个看视频的观众 不知道有没有学会的 就他优势够大 他可以这么玩 但是我是不建议大家学这一手的 因为没有必要帅归帅 但是风险其实是更高一点的 还是求稳一点 切个船会更好 漂亮 尽力了 我们可以看到穷者其实在热烈师挂飞 以后是尽可能的牵制起来了 尽可能的牵制起来了 但没办法 前期烈士太大了 找到这个人太快 然后那波抓了一轮祭司 把祭司打残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先知救人刚好被邦邦 对吧 打了个正招 也没什么办法 他的一切都做好了 先知这边绕过去救人嘛 这个救人有点难呢 虾哥这边回头 扭着头在这边找人 没找到 那祭司好像有机会能捞下来啊 距离 快快快 兄弟我需要帮助 有一顺应呢 这先知其实不捞人会好一点 捞了这个祭司 我感觉一个人都走不了 不捞这个祭司呢 可能还能走一个 这先知去吧 就跳个地窖 可能还有点说法 再放狗 地毯式封锁 排过来 出耳鸣了 再绕回来 人没找到 只不过就是 看不到穷者任何的 一个宝平面呢 虾哥也是惊了 你们居然把人给捞了 这还能捞下来的吗 他应该觉得 他当时应该是 防着先知跳地窖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学下怎么排点吧 看到美买机都抖动了没有 抖动了 位置上面来讲 这个先知一旦被发现 应该是走不了的 他往前走 这边的板子已经破了 玩不动 他往前走 那个点位更玩不动 这个点位呢 还能稍微的玩一玩 还能稍微的玩一玩 往前走更玩不动 就看先知能拖多久 我觉得先知 现在是六分四十秒出头 我觉得先知到 大概七分十秒倒地 七分十秒倒地 邦邦的话 一炸一刀嘛 差不多 我这边有块板子 好像还能再卡一卡 十秒钟 补炸 这闲之炸弹 躲得还真不错 我就要 能不能吸出一只鸟 能不能 那摇扣雷收了 其实我说的七分十秒差不多 你们到七分十秒看 那颗炸弹炸动了 这一刀打上是不是七分十秒 七分十九秒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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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 这边跳个地窖 地窖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地窖在大门 这边夏哥还有一手放狗 机子还凶了 直接放狗 过来咬 咬了以后慢慢跟进距离 祭司要有一个洞 要打一个洞 要打一个洞躲狗 听到狗子来了 赶紧打个洞 翻个窗吗 翻个窗不好说 他要先打一个洞 感觉这个洞来回穿梭 这个狗可能咬不中 因为这个狗的 这个狗是奔袭千里的狗 大老远的 从海滩边奔到大门 奔到小门 锁定你的位置 走不了了走不了了 地下如果在双十一 可能还有一点点说法 在双十一其实也难 因为有一颗遥控雷在 他只要炸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个级别的穷者的遥控雷 是一个必中的遥控雷 选择放弃了 确实没什么办法 尽力了尽力了 感谢大家的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